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合油技师操作 毕竟上医院排队难 挂号难 而且医疗机构里没有私密性和感觉那么干净高雅 美容院市场定位准确 做医院不做的生意 把这部分女性客户紧紧的把握在手里 创造了比医院更高的经济效益和价值 不怕大家笑话 爱美的庞医生 也是两家美容院的常客 也常会去做做面部按摩 补水 放松 美容院也是我收集信息的渠道 美容院最近在流行什么 一进去美容顾问小姐就会啪啪的跟你推荐个不停 这其中有一些服务 已经踩了红线 远远超出了工商注册的美容院服务 而不是卫生职业许可的医疗服务的范畴 这些侵入性的医疗检查 治疗正在慢慢地侵蚀无知女同胞的身体健康 让人感觉痛心 因而今天撰文 提醒广大女性 女性私密处 请不要交给美容院打理 先来看两扑 图图一 是美容院内推广的项目 女性私密处保养护理 当然不同美容院命名不同 号称护理后有四大作用 一 启动生殖系统健康预警 根据使用感受 初步了解生殖系统健康状况 二 三天后 针对妇科炎症引起的阴部造痒男人 白带增多 恶露不静 义味 腰酸腹痛 子宫触碰等症状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三 七天后 阴道自节系统功能开始逐渐恢复 四 三十天后 百分之九十七使用者阴道自节系统功能开始明显改善 大多数妇科疾病症状消失 这类女性私密处保养护理 标榜的功效不外乎女性最关注的四点 具有恢复女性自节系统 疏离形体 提高性生活质量 改善女性肤质的神奇功效 二 我的一个门诊患者 在美容院做了私密护理后 美容顾问给他写了一个所谓的初步了解生殖系统健康状况的妇科现况诊断 字很丑 而且还有很多错别字的医学术语 让人看后忍俊不禁 我直播一下 上面写的是 一 外阴暗 排毒素 二 阴道干涩 分泌物少 三 宫颈肥大 四 宫寒严重 气血双亏 五 宫颈糜烂 六 那是囊肿两颗 七 宫颈口粘连 阴道必增生 这个美容院说他的情况很严重 要马上购买他们的产品进行内外霜调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所谓的严重后果 你会马上联想到的就是上面的那几点 妇科严正会让你最后像明星一样宫颈癌死去 严正会你的形体变得臃肿变形 让身边人嫌弃 阴道干涩 性欲下降 丈夫和婚姻都会跟你亮起红灯 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将变得黄黑粗操钱难看 而这套产品价格可不费哦 三到五万 天价啊 这个患者就是被吓怕了 聪明的他没付钱 先来找专业人员问问 于是我 立即给他开单做了一个附检 收费仅16.9元 鸟是没有 好得很 建议他 如果实在担心妇科问题 就再做一个宫颈癌筛查TCT加HPV 如果结果没事 就真的啥是没有 就是在美容院里遇上碰瓷的了 呵呵 看完图2 让人真的有种想骂娘的冲动 这个社会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字都还没有学会写权 写对 就开始出来打着医学的幌子招摇撞骗 今天就让旁医生带着大家来看看这七条诊断都有什么问题 没有医学常识和基础的市民一定要拔开云雾见青天啊 否则是既伤身又伤荷包啊 这些美容机构昧着良心 挣钱 跟谋财害命又有何区别 一 外阴案 当美容顾问给你下这诊断描述时 真的不妨问问他 请问外阴是指哪些部位 外阴的正常色泽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保准你马上就能问到他 让他原形毕露 庞医生来给大家说说 外阴是指阴妇 大阴唇 小阴唇 阴地 阴道前庭 阴道口这一片区域 而他的色泽 从粉红色到褐色到浅黑色因人而异 一般来说 生过孩子的妇女 色素沉着范围会扩大 也就是说外阴会呈现偏暗的颜色 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或者说外阴的颜色会随着年龄和分娩的次数而加深 这不是毛病 这是生理 外阴暗意思 就是说你有病 当这位顾问因着诊断你外阴色暗 就推断你体内集生殖系统有痰 试 语 让你赶紧要温通活血化于时 你就要警惕了 你已经开始一步步陷入他们设计好的消费陷阱之中 二阴道干涉 森秘物上 这不是检查者客观可以诊断的 应该有被检查者主观感受 也就是说 是不是干涉 消费者你不应该听他人的 应该听你自己的 你自己最清楚 阴部有没有分秘物 同房时干不干 别被坏人吓坏了 吓傻了 被人牵着鼻子走 三 宫颈肥大 当美容顾问给你下这诊断描述时 建议问问他 那你倒是说说看 正常的宫颈应该是多大 什么尺寸 而现在我的宫颈又是增大了百分号是多少 保证他说不出来 一是 就让他露线 道理很简单 只有我们妇科专业的医生才有机会 天天看女人的阴道和宫颈 才晓得什么是正常尺寸 什么才是肥大 这些非科般的外行 估计连什么是宫颈 什么是宫体这些最基本的构道都不清楚 更别说你追问他一下 输卵管和卵巢又在哪里了 呵呵 四 宫颈严重 这个就更是纯属扯淡了 一切仅通过一个撑开阴道口的妇科检查 就仓促判断 你有宫颈的诊断都是耍流氓 宫颈这个词来自于民间 中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名词 他接近于肾阳虚 皮阳虚和皮肾阳虚的症候群 即便是专业的中医师 也需要通过四诊合餐 及悉心的观察了解后 才可能会下这样的诊断 所以满大街都是公寒的女人们 记住 美容院里的水很深 不要因为跟美容顾问小姐 曾经赤诚相见 就毫无保留地丧失了正常的智商 问问她从业多少年了 学中医有多长时间了 保证不超过两年 如果她没有系统的师承指导超过五年的话 那么她说的话 就真的不足以为信 五 宫颈弥烂 美容院的高级神婆们 你一写这条 就彻底暴露了你的底细了 要知道 专业的妇科医生都知道 宫颈弥烂是医学名词 史上一大失误 上各世纪八十年代 在美国 宫颈弥烂就已经不是病了 我国稍落后 但也在2008年出版的第七版妇产科学教材 取消了宫颈弥烂病名 以宫颈柱状上皮意味取代 宫颈柱状上皮意味 它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根本不是病 是体内磁激素水平较高的表现之一 也就是说 这个神婆太业余了 如果她够专业 她就应该写宫颈柱状上皮意味 而不是写宫颈弥烂 呵呵呵 六 那是囊种两颗 首先 字写错了 一看就是高中没毕业的水平 正确的医学术语应该是那是囊种 而且专业人员的写法 更不会写两颗 而会写 在极点中的位置有纳囊 纳囊的大小 约绿豆 或黄豆或花生大 什么叫极点位置 是用钟来做比方吗 是的 因为宫颈是圆形的 所以形似一个挂钟 医生们会用一点 三点 六点 八点 十一点等等定位 来告诉患者你的纳囊在什么方位 同时用常见的豆类 告诉患者大概它现在有多大 所以这六个字一写 神婆们的底细就彻底暴露了 PS 顺便告诉大家的是 宫颈囊种 一般情况 下是无需治疗的 打个比方 宫颈那是囊种就好比脸上在青春期时常过的一颗青春痘 痘痘好了以后留下的痘巴印 它只是不好看而已 但无伤大雅 因为脸有人看 宫颈又有谁会去看呢 真心不必care它 七 宫颈口颈帘 阴道必增生 神婆们又犯了一个大错 为了达到以下岛顾客 让其敞开和包掏钱 望素玉的销售墓地 美容院的高级神婆们不惜出动到最严重的病名 真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但也正是这条诊断 暴露了他们既不懂医学 且十分贪婪的面目 先看看宫颈口颈帘 如果这个女同胞有宫颈口颈帘 估计她不会有心情 有条件来上美容院了 因为宫颈口颈帘 会导致精血无法排出体外 出现月经过期不治 且伴有严重腹痛的症状 一个腹痛难忍的人 他哪还有心情和体力 上美容院去洗脸按摩啊 再来看看阴道必增生 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 在一般的检查中 比如体检的腹检 妇女阴道内常见的八大问题位 阴道炎 宫颈炎 阴道必棚出 外阴营养不良 前庭大腺囊肿 外阴炎 外阴阶肿 阴道必囊肿 也就是说 没有神马阴道必增生问题 阴道必增生在临床上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一旦增生 通常我们医生会写阴道必肉牙组织 增生这样准确的字眼 否则仅且增生是非常不靠谱的 因为阴道那么长 阴道内面积那么大 究竟是哪个位置出现增生 是什么样子的增生都不清晰 要知道 医学用语可都是十分准确 不模糊的 阴道必是一个管状器官的内壁 其正常的生理组织结构 是有很多纵横的皱褶的 表现为粗糙的 一般阴道的大小 从开口至宫颈 大约有7.5公分 因为有皱褶 因而它是有弹性的 皱褶不仅在性生活中 增大摩擦给对方增加刺激和快感 而且在生育时 由于皱褶的舒展 阴道无限膨大 可是婴儿得以顺利免出 阴道必皱褶的数量有个体差异 而且会随年龄的增大 而慢慢减少 我们外行的美容院里的高级傻婆 因为不懂得这些生理和医学知识 误把皱褶当成了增生 所以她一写阴道必增生就输了 因为显得太外行了 相反 如果年龄大了 或者卵巢功能衰退了 体内的磁激素水平就会下降 导致阴道B出现萎缩 表现为阴道B粘膜变薄 上皮细胞内糖原减少 阴道内PH值接近中性 局部抵抗力降低 致病菌容易入侵繁殖引起炎症 也就是说 这个D太没技术含量了 如果他是一个稍微 有点技术含量的贼 应该血因道B萎缩变薄 而不是血因道B增生 这样骗人才骗得更专业 一些 呵呵 因为因道B萎缩变薄 证明女人磁激素不足 或者说这个女人被老先衰 会影响到性生活的质量 这样才有杀伤力 才能让女人觉得有危机感 才有理由掏腰包啊 美容院里乱象多 因着这些完全不靠谱的吓人的诊断 没有拿到卫生职业许可的美容院 因为缺乏医学卫生监督 仅有工商局的商业督查 而大肆打着中医副科学的幌子 对警惕性不高的女同胞大型招摇撞骗之事 实在是令人气愤 这不 正在写着这篇稿子的时候 我的闺蜜 一个40岁的成功的企业家打来电话 喵喵 我刚才到美容院做美容 他们说我是老顾客 所以送我一个私密部分护理 结果做完后说我的问题可大了 我该怎么办啊 我押住愤怒耐心听完 把她臭骂了一遍 我不是已经叮嘱过你 女性私密处 绝对不能让没有医疗资质的美容院碰的吗 你这不是自己送上门去的羔羊吗 无一例外 女性在美容院里 听了这些高级神婆的忽悠后 马上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冲动之下部分人就会马上消费 而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平日里女性都是和美容顾问们赤诚相见的 为什么说是赤诚相见 因为在美容院里做一些身体部位的按摩 比如乳房 背部 臀部 顾客都是需要在美容顾问小姐面前脱光 毫无保留的 而女性往往对可以长久坦诚相见的人 会觉得 是可以相信的 这是心理学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容院里 最容易做成生意的道理 只要你脱了 那你就跑不了了 呵呵呵 但愿此文能让更多的女同胞看见 读到 也但愿中医不会被没有良知的伤人所利用 愿更多的女性因着爱而被爱 而不是被欺骗 女人 你要多听医生的 而不是美容院的 忠告 在美容院里不要消费侵入性检查和治疗 因为他们没有具备医疗资质 而所有侵入体内或皮肤下的操作都已经属于医疗范围 都会有被感染霉毒 艾滋病 肝炎的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